武吉安曼反恐单位在三天前针对斯里兰卡恐怖组织泰米尔之湖展开突击行动 逮捕了7人 其中也包括了两名的火箭州议员 来到今天 武吉安曼反恐组主任阿玉汉再次召开记者会宣布 又有另外的5人因为涉嫌宣扬和支持泰米尔之湖而遭到警方逮捕 同时也进一步揭露了他们的身份 其中就包括在雪兰娥万金执教的中学教师 他涉嫌通过社交媒体支持泰米尔之湖 还有就是马六甲绿色工艺机构执行长 以及马六甲州市议员 他们涉嫌在马六甲举办泰米尔之湖英雄纪念活动 以及另外两名在槟城大山脚被逮捕的工厂劳工和保安主管 他们同样也是通过社交媒体来宣扬泰米尔之湖 阿玉汉强调在泰米尔之湖的威胁还没有恶化之前 警方必须采取行动 因为这个组织目前已经在全国各地开设分布 武器安曼反恐单位再次行动 反恐组主任阿玉汉今早召开记者会证实 针对斯里兰卡恐怖组织泰米尔之湖系列逮捕行动 他也表示警方调查发现 嫌犯之间都有金钱上的往来 只是目前不方便透露当中所涉及的数额 另外阿玉汉也强调这一次的逮捕活动 和单人彼爱补选毫无关联 更没有涉及任何政党 而警方是绝对不会放过 任何与恐怖组织有关的蛛丝马迹 针对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早前宣称 获得警方告知 不会再有行动党领袖成为逮捕目标 阿玉汉也直接打脸林冠英 强调警方会依法秉公处理 不会因为行动党 而停止调查泰米尔之虎 而针对网络上传出行动党副主席古拉 和被逮捕领袖的合照 这一位部长会不会将成为警方 下一个逮捕目标呢 阿玉汉强调 警方不能单凭一张照片就抓人 不过只要有足够的证据 必会采取行动 无论如何 目前警方已经在行动中逮捕12名嫌犯 而未来也不排除将会逮捕更多人士